今天徐老师为咱们请来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德国人 著名的德国汉学家顾斌教授 而且我看从一个细节就看出德国人来了 说做节目都带着新华字典和汉华字典来的 说随时要查够严谨 不过关于顾斌教授 这徐老师可以介绍介绍 我是孤陋寡闻 就是他研究中国这个现代文学当代文学 研究有几十年都有三十年了 我以前不知道 作为这个德国波恩大学的这个著名汉学教授 出版过这个专著20世纪中国文学史 我以前也不知道 甚至他还翻译过六卷本的鲁迅的诗歌散文集 以前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他接受采访 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这句话所有人都知道了 但是我没有说过 没说过吗 这句话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估计你在中国任何一次采访 都会有人问你这个问题 是 后来有人说是媒体断章取义 对对 那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那那个时候 这是07年 有一个住在德国的中国记者 跟我访问谈一谈一些作品 一些中国当代作家的问题 他具体提了三个女作家的名字 那我说她们的作品是垃圾 这个我到现在 你记得是哪三个女作家 那一个是绵绵 一个是红颖 一个是那个 那个 维会 绵绵红颖 卫会 对 你说她们三个人的作品 是垃圾 是 但是其他的人的作品 我没有说她们全部都是垃圾 没有说全部都是垃圾 这还是说垃圾呢 部分 但这个报道真是断章取义了 我 他直到他刚才这样解释 直到这个之前 我都觉得他可能说过那句话 只是前面上下文有 但是他现在的解释很清楚 就只是针对三个作家 对不对 对 另外呢 我到处都告诉人家 中国当代文学也有非常好的诗人 我自己老在翻译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 我想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去年我有机会在德国跟唐小杜一块 唐小杜 中国的诗人 谢谢唐小杜 跟他一块出后蒙龙石牌的诗集 那这些天我收到了一个很好的消息 有一个文要会 他选了本月德国出的最好的五本书 五本书里头也有我们那个诗集 但是为什么讲到中国当代文学 你总是要讲诗人不讲小说呢 因为小说有问题 诗不一定有问题 小说有什么问题 有很大的问题 有三种问题 一个是语言的问题 语言的问题 形式的问题 另外呢 还有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语言形式世界观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顾教授反正出现在媒体上的一些观点 断章取义的 我们导演可以来这个看看这个字幕 他们整了你的黑材料 你的黑材料 你看说据说这都是您的话 现在不少中国作家是在玩文学 当代作家基本没有什么思想 他们的脑子是空的 中国当代文学太主张性与罪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这实际是三位女作家 咱再看下一页 这个你看他讲 王猛组织部来的年轻人不错 莫言是个落后的小说家 金庸的作品我看不下去 鲁迅的语言能力和思想都非常高 鲁迅的文章离当代人太遥远 也不能帮助当代人建立他们的语言和世界观 这个啊 这这这这这还有 狼图腾是法西斯主义 书庭非常好 但是他现在根本不写诗 张爱玲非常好 玉达夫和郭沫若都是典型的忧郁症患者 丁玲上时期四十年代写的作品 从内容来看还是丰富的 这个 哇 他们整理了你很多材料啊 基本上是我说的话 基本上是 这承认是他说的话 我注意到啊 他讲的一点 虽然他没有说中国当代文学全部都是垃圾啊 可是呢 似乎是您有过这样的话 就说我研究了这个中国当代文学几十年 我已经付出了几十年 我也不想放弃 甚至他保留有很多珍贵的这个这个史料档案 将来都可以送给这个现当代文学馆 是 对 但是他说呢 研究三十年之后 开始对自己发生怀疑 就是说 我有没有必要花这个功夫 这个意思 我觉得是很贬低啊 这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 但是一个真正的学者 他应该有对他自己好多好多怀疑 所以到现在我老子思考 我过去写的书和文章 我自己有没有道理 我不知道 可能我有道理 也可能我没有道理 反正 我不一定觉得我说的话才算 哦 对 您这是一家之言嘛 对吗 对 但是像您刚才说的 中国的这个当代的作家 你觉得是一个是语言问题 一个是思想问题 一个是世界观问题 是 你老说他们没有思想 但是我们 但是不光是我一个人是 好多其他的中国学者 也是这么说的 哦 但他们不敢像您一样公开说 他们也是公开说的 哦 全推在你头上 嗯 不一定 我最近 因为我在德国出杂志 修正汉学 我们每一期会发表中国学者文章 会摘他们的文章 所以最近我们也摘了两个学者的文章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中国当代作家没有思想 那你说的这个思想是指什么呢 一个作家 他应该知道世界是什么 社会是什么 人是什么 另外呢 他的背景也应该跟哲学有密切的关系 还是跟宗教 跟哲学和宗教有密切关系 对 嗯 他应该从一个哲学 一个宗教的立场来看自己 来看社会和人等 嗯 徐老师 你你你怎么看 他把他的批评加上一个部分 我就全同意了 嗯 就是不能讲全部 现在有部分中国作家 真的是没有独立的思想 他们的思想是比较 超别人的 但是也还 当然还是有 有一些作家是 有自己对世界的独立的思考的 嗯 呃 库彬教授刚才讲的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他对自己的研究对象 包括自己的观点有反省 这点呢 我们做批评的很难做到 中国大陆有个说法就 我搞什么 我搞当代 我搞什么什么 通常你搞久了以后 你就爱上他了 你就不愿意否定他了 比方说我 我一直我 我写过一本书关于约达夫 我自己现在回过头 我要重新出版这个书 我回过头来看我三十二三十年前写东西 我其实对他太溺爱了 嗯 但是但是 爱上了自己的研究对象 对 因为因为要是他不好 我为我拼命去替他辩护 要是他不好 我为什么研究他呢 但是如果隔了一定的距离以后 就像库彬教授讲 你要拉开来反省一下 你是不是也太进去了 是 那这个是是很 这个是很重要 第二个 他对当代文学会持保留态度 还有跟他学术背景有关 因为他入门开始做中国文学 他是从唐诗 魏晋 从古典小说 古典诗歌开始 所以这就有一个很很宽的一个视野 嗯 比起我们现在很多学者 只就现代做当代 当代做现代 只在现代汉语里边打圈圈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而且顾教授提出来的一些信息啊 我们就想不到 比如上他说这个外国人 对这个中国当代文学的这个成就 很大程度上是认同诗歌 他倒很认同中国的一些诗人的作品 嗯 可是现在在中国 谁谁还说诗歌 这个 但但这个问题会有争论 因为国内会有一派的人认为说 中国现在的朦胧诗以后的诗人 受外国诗歌影响太大 他们几乎是在外 为外国的出版社 为外国的评论家 包括像您这样的汉学家而写作 而他们已经离开了中国的这个土壤 有这么一种批评 所以诗歌在外国影响很大 可是在中国大陆现在的文学类型里边 散文小说 甚至电视剧都比诗歌影响要更大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样的看法 人家说当代诗歌 中国当代诗歌 他们太受到了这个外国的影响 是有道理的 但是中国当代诗人 他们也会承认这个比方说 欧阳章和北京 朱北京的那个诗人 他也有一次跟我说过 我们离传统 中国的传统离得太远 对 你现在看中国当代诗歌 你可以完全不知道 中国传统是什么的 他一个当代诗人 不会提到某一个 唐晓诗人的诗歌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要了解 翻译中国当代诗人的诗歌 你应该知道外国诗人 我翻译他们的作品的时候 我的困难就是在这 因为他们受到了各个文化 各个国家 各个民族诗歌的影响 但是我不一定看过 世界上所有诗人的诗 是经常翻译 比方说欧阳章和还是王家新 还是玉典的诗歌 我应该问问他们 你是什么意思 这个思想是从哪儿来的 但是还是可以这么说 他们的语言是非常丰富 史里头有好多好多 完全新的思想 因为他们真的了解 现代性 modernity这是什么的 跟香港的那个 梁炳君一个样 那这个我再问问 你像在我们这里 最火的作家 就像你说的 这个你们还评讲的 莫言 为什么你刚才讲 莫言是个落后的作家呢 这个好像我说的 已经有过分 但是呢 什么叫小说呢 什么叫现代性的 还是当代的小说 如果你从德国来看 德语国家来看 你会发现一个 非常认真的 比较好的 德语小说家 他的小说不会超越 什么一百页 两百页 可能小说里头 才会有一个主人公 一个德国小说家 他会集中在一个人的灵魂之上 比方说有一个 瑞士女作家 她用德文写作 她写她的妈妈一个苹果 写两百页 没有写别的 一个苹果写两百页 对 一个妈妈和一个苹果的关系 写了一百页 预言美得不得了 有一个奥地利作家 他刚刚得了 德国最高的文学奖 他写了一百二十页 专门写一个 十几末的维也纳诗人 写他度假 度了两个星期的假 预言非常美 基本上没有什么 故事他会讲 但是他完全集中 在他的思想上 那莫言呢 莫言跟一个 十九世纪的虚说者 一个样 会讲好多好多故事 会介绍好多好多主人公 有的时候你觉得 他小说里头的人一共 可能一百个两百个 另外呢 会有三代 祖母有 爸爸有 不觉三代 还轮回转世 一代又一代 什么都有 还变成很多动物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 十九世纪的方法来 讲故事 现在在德国 基本上没有什么 小说 咱还会讲什么 真正的故事 而且他不满意 说莫言 四十三天就写完了 生死疲劳 太不认真了吧 咱们进广告之后 可以再聊聊这个问题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看到这个顾教授讲 说我们德国的好作家 世界著名的作家 一天只能写一页 是 可是莫言呢 这么多几百页的这个小说 四十三天就写完了 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 他没办法修改 做充分的修改是吗 是 比方说 我刚刚在德国出了一本小说 才一百页 我写了三年 然后呢 我把他 允许他休息三年 三年后 我再拿出来看一看 可以吗 我觉得可以 给出版社出版 莫言呢 现在太红了 莫言其实我倒是 不像这个 胡彬教授这样的批评 我觉得他有点苦渴 当然你听葛浩文 另外一位汉学家来讲 他莫言就是 又是最好的 最可以得诺贝尔奖的 等等等等 又有中国的草根性 又有现代主义的技巧等等 我自己觉得莫言就是 因为他现在整个 社会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他几乎每篇作品都得奖 生死疲劳得了红热梦奖 最近的蛙 你看他也参加 我也才 我们都是评委 这个中国的南方的 一个报纸的评奖 他的蛙又得奖 所以莫言是 整是是锦上添花 而且大家都 他现在怎么写 人家都能怎么出版 对 所以他也好 王安一也好 好多作家写好 所以我们私下的都说 就文字有点缺乏节制 就他们的文字 就是说他怎么写都能发表 怎么写都能都可以 所以顾教授认为 小说最重要的是 语言而不是故事 甚至说着重于讲故事 是一种过时的做法 对 故事是次要的 那么这个语言 非得是长时间推敲 才能出来一个好的效果吗 是 按托马斯曼 那个伟大作家的 托马斯曼 每天一个小说家 才应该写一页 然后呢 第二天应该开始修改 第三天也可能继续修改 这样可以提高 语言的水平 但是对中国作家来说 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公认语言好的 作家的作品 没法翻译 因此他们反而很难 获得世界的认同 比方说阿诚 比方说张爱玲 就他们的语言 在我们的中文圈子里 我们都认为 就语言来说 他们是非常棒的 可是他们的作品 翻成了西方的语言以后 没法保留他们原来的 这个神韵 所以很多人就提出一个质疑 就是说 所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他们根本打一个问号 或者说 我们没有必要走向世界 我们本来就在世界当中 我们没有必要去在乎 其他民族的 国际的那些认可 或者就是说 我们好东西是没法翻译的 您怎么看这么一个看法呢 我同意 尤其中国当代 还是现在做的很难 翻成比较合适的德文 也包括张爱玲在内 我同意 我自己很有困难 把他的作品 翻成比较好的德文 但是呢 你看现在最复杂的 一个当代诗人 欧阳江河 我自己觉得 我可以把他的作品 翻成比较合适的德文 现在他在德国比较红 所以看作家 看谁搞翻译 一个翻译家 他不可能会把所有的 中国现代当代 作家翻成比较合适的德文 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诗歌比较容易翻译 不是 根本不是 因为我也是诗人 所以对我来说翻译 诗比较说翻译北岛 把他的诗歌翻成德文诗 我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的背景和我的背景一样 我们都是从西班牙 蒙蓉石排而来的 另外呢 我们都受到了 他朝的诗歌的影响 表情也都比较忧郁 你也可以这么看 是吧 也可以这么看 这个我就觉得 就您知道像中国人 他会认为德国人呢 就我们会觉得容易刻板 或者说这种绝对标准 是 比如说在他这里 我就能够感觉到 好像比如说你说这个 莫言的这个书 又回到了中国张回体 借鉴这个张回体 觉得这个落后吗 你没有新的形式 可是你记得 我也记得我听过这个 阿诚先生 他对一个中国作家的评价 他反倒说呢 说这个过去几十年来 很多中国作家 没有注意到我们传统小说当中 一个宿命的主题 比如《红楼梦》 他这个张回体啊 这种命运的轮回宿命 他倒觉得 又把这个给借鉴过来 是一个好的做法 好的评价 这个您怎么看呢 那你好像没有看过阿诚 其他的对中国当代文学 进行的批判 他说过现在中国当代作家 他们写的都是中学生 写的东西 另外中国当代文学 可以跟一个四岁的孩子 比较起来 刚刚开始走路 旁边还需要两个人 帮他的忙走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阿诚比我更可怕 完全否定中国当代文学 把底掏出来了 那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顾教授 我还听过你批评 中国当代作家 说1949年以后的作家 光想当官 1979年以后的作家 光想出名挣钱 甚至还说中国当代作家 叫胆小怯懦 不能够发出一个国家的声音 我挺难 你解释一下 你认为什么是一个国家的声音 如果一个国家有问题的话 国家也需要一个人 他站起来 谈一谈国家有什么问题 在德国比方说 那个格拉斯 这个小说家 他觉得我们有问题的话 他会不怕什么 公开的说 他有没有道理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非常羡慕他 他敢怎么说 他敢怎么做 但是你没有考虑到 这个中国作家 他生存的这个政治环境 或者甚至是这个经济环境 等等这些对他的制约吗 当时一个作家 他应该不考虑这些 他应该听他的心 他应该听他的良心 他应该作为一个国家的良心 最吊诡的就是 当中国作家 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的话 你越坚持作家这一条 你越能够说出国家的问题 你要是整天想着 中国我出去 我是一个代表团 我代表国家 我整天在宣传国家的形式 你丧失了你作家的责任的话 其实你两样都代表不了 现在我跟一些中国作家聊天 我发现他们聊天 都是跟商人似的 卖了多少 什么什么马羊的什么 我都听不懂这些词 赠了多少钱等等 我就相信你说的 说在国外 说你们中国当代文学 人家是当通俗文学来读的 这个该怎么解释 比如说你虽然说金庸 你就认为它是通俗文学 是 而且你觉得你看不下去 是 为什么看不下去呢 因为他用的那个方法 是一个已经过时的方法 来讲故事 另外四五年以后 基本上一个真正的小说家 不能够再讲什么故事 这个故事是在过去了 但是我应该承认 好像现在还有一批人 他们需要一个小说家 给他们讲什么故事 因为他们没办法了解到 他们的生活 世界等等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为什么在德国 当代小说家不一定受欢迎 你应该知道 德国出版的70%都是翻译本 翻译本 另外德国当代看众读者 他们大部分都是女的 他们基本上喜欢看外国小说 哈利波特 他们基本上喜欢看中国小说和美国小说 他们喜欢看中国小说 故事性强 因为也应该说 魔眼有些部分他写得不错 这个我承认 但是全都我 受德国妇女的欢迎 但是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的 现在德国40%的人是大学毕业的 所以他 普通读者其实也是知识分子 徐老师你认不认同他所说的 这个这个故事不重要 小说应该千锤百炼语言 这是从纯文学角度讲是这样 从大众文学的角度讲 故事是重要 这个永远是两种 就像一个人类需要 作评则 作评则